好的 来教大家一首新的魔力咒不可知意无限大招流的玩法 我推荐这个无限大招流呢咱们玩终结季流派或者是持续伤害流派 还有两个六边形的这个组件非常关键啊 牢记我们三个要点 一个是要弹射类的权杖 不管是DOT队还是终结季队优先拿弹射类的 我们可以刷个开局 第二个认知拓展 认知扩展这个组件必拿 第三个终结季队伍我们就拿战略因子 DOT队的话我们就拿收束立方 OK 现在三个要点已经提权 OK 来难题六演示一把 我们直接选终结季队伍 诶 终结季队伍我们要拿的是什么 战略因子 直接开构 开局三个东西 我们刷左边这个蓝色字 有弹射字样的权杖 没有就重开 重开基本就会有了 好的 我们直接刷一手极端 这个弹射的权杖 终结季的开局 直接选它 然后呢 首要的目的就是先留两百碎片 到第一部分的计划台 一波小怪 随便 小伙伴们用什么方便 又用什么来杀 又快又好 选主艳的话 哪里亮的点哪里 首格子呢 是奖励大于冒险 大于事件和财富 但如果一开始就有遭遇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有秒杀在 还是可以先去遭遇碰碰硬起 我们尽量留个两百碎片 直接进就拿了 全部奖励 OK OK 又拿到一个蓝色的权杖 接下来我们就得进事件了 我说拿主件 拿主件 速度 赚出词条大于通用词条 直接拿一个权杖 而这权杖无所谓 随便拿一手 然后到达第二位面 我们优先直接 最好要有两百块钱 一定要有啊 把我们的这个 弹色的这个家伙 直接生成蓝色 然后就可以直接开打 一般的话 两百块钱下去 估计你也没有什么钱 我们可以直接开打第一位面BOSS 打完之后再寻找我们的核心组件 这边上什么阵容都一样的 这边的话上你最强的阵容就行了 因为一开始的话 有一个权杖还没成型 直接用什么打得过的阵容 打过去就得了 第一位面BOSS是非常简单的 比较脆的 很难的是第三位面 第四位面 几十亿的钱 反正这边又有一个终结剂的 我们直接进行一个替换 把我们这个 不是终结剂的给替换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三个中间剂 然后看看副词条是什么 充能 充能和速度 然后我们就选这个充能和速度 互相左脚踩右脚的这个 决策 组件也比较重要 然后拿到我们的核心组件 暂地英子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组件了 拿到这个核心组件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拿组件 核心组件到手 已经不用怕了 已经可以开始换人了 换上我们的核心角色 停云 没错 这无限大高流的核心角色 是停云 如果你不想用停云的话 你也可以用霍霍 那么再接下来的任务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核心权杖 弹射这个权杖 生成金色的 我们就不刷东西了 直接去攒点钱 好 去财富 搞点钱 OK 400块 攒个500块 随便拿两个 不要花多了 攒个500块就可以去升级 看一下下一步是什么 有财富 那这边可以把这个钱用多一点 还能拿400块 OK 买给 财富周期 那这边还能拿400块 再下一个区域是冒险 那么就不怕没有500块了 咬三次老虎鸡 这第二次又空了 拿到一个紫色组件不亏 好 又有冒险又有碎片可以拿 小问题 冒险是幸运楼盘 冒队 冒险开箱子 拿左上角有角标的 这样的话更大概率能合成 因为这个游戏勿考还有临时赌资 因为这个玩法它是三个蓝色的组件 可以合成一个紫色的组件 三个紫色的组件可以合成一个金的组件 并且在合成的时候会额外送你一个组件 所以合得越多越好 我们就尽量拿有角标的 在开打之前呢 我们要打开这个组件面板看看 确保这个战力因子装在我们的核心权杖 弹射这个权杖这里的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手动挪它一下 确保之后呢 我们直接开打 OK 挂自动直接打完 然后给了一些组件 它自动合成了一些三合一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额外的组件 就动能减号选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的权杖是充能充能速度 这边有一个在充能的时候 给速度提buff的 OK 选一枪 直接进入下一个世界 现在我们有一千多水平 哎 运营懂不懂运营 好 获得五个随机一星组件 来 不要选第二个 把我们的核心那个战力因子给舍弃掉 那就糟糕了 直接选这个 拿一星的组件就行 左上角有角标 财富事件 来 走事件吧 已经不缺钱了 作弊带 来 老赌徒 OK 爽到 冒险和奖励 来 奖励 首先奖励 敲艳之境 敲艳之境的话 以我们现在的水平好像有点不行 那我们不确定的话 就直接选第一个 不要战斗 机转 直接拿 机转是个好的东西 最后一位面 手里 直接第一步 先进这个权杖改装台 把我们的核心权杖升成三级 升三级之后 我们可以点第二个 组件合成 把一些没有红框的给它合一下 OK 合一下之后 又可以出现这角标 然后再点第一个 组件负写 同样把没有红框的也先负写一下 才12块钱一次 我们把碎片负写完都行 先负写白的 负写到它有红框为止 这样又能选有角标的 继续副鞋 已经红了 OK 副鞋完了 OK 现在没有签了 然后开打之前 再次确认已打开对面 我们这个战略因子 是镶在我们这个核心组件上 把亭云的能量 核心是亭云 把亭云能量充满在进入战斗 好 第二位面Boss 就稍微有点难度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流派面前 先看一下对面能动多少次 直接挂上一个自动 看对面能动多少次 因为这个流派呢 是保证稳定安全过关的 所以呢 它起步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点小刮沙 但是是绝对稳定安全 因为一般玩家呢 它只需要重开一次 就可以把新穷给拿完 它不像主播 主播要不断的直播 不断的挑战 一天挑战一个设计一次 一个星期挑战上百次 但是普通玩家 他只要通关一次就能把新穷拿完了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自己完全通不了的话 那就用我这个流派 拿到这个战力因子之后 上平云 把主件一装 挂自动去做其他事情 打怪的时候 你挂自动去做其他事情 回来一定是过了的 因为这个流派 它的行动值几乎为零 怪一直在被推调 我们一直用无限大交流行动 不会占用左上角的这个行动系列条 所以呢 怪永远不会进入到下一轮 所以怪也永远不会狂暴 这就是无限大交流通关的秘赢 我讲了这么多 你可以发现 左边的行动系列条 上面的那个2 对不对 我们很难达到那个2 轮次2 敌人也很难行动来砍我们一下 最多我们打完了 最多就砍我们一两下 如果完全成型的话 对方是一下都动不了的 所以这个左边的行动系列条 也是不会动的 这就是无限大交流的强力之处 因为它保证通关率 几乎百分百 这和普通玩家 没办法通关的小伙伴 用这个套路 好的 这边打完 我们依然没有进入下一轮 我们直接选金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 已有的速度这个给换掉 这边的话 有战力因子已经逐渐成型 所以我们随便选点什么东西都行 决策逐渐已经不太所谓了 这边基本上也随便选 有什么选什么 这边出现了一个十一整洁片 是把我们的权杖给升一级 那么我们只剩一个没有金色 直接选这个 决断不亏 直接三级权杖 现在我们三个权杖都是金的了 然后还有207块 那么我们就不去商店了 直接走世界 作弊代码72也不用怕 现在我们打什么都是无敌的 这里面还要权杖 我们就不要权杖了 直接拿主剑 主剑还可以合成主剑 合成了两个 那就额外给两个 拿左上角有脚镖的 拿脚镖的 接着拿脚镖的 OK 又可以生成一个组件 三合一送一个 当然有脚镖的 作弊代码72 这个也不用怕啊 直接挂个洞 对方是动不了 先等他造出怪来 先不急 先小易一手 大招先不放 首先普攻 再普攻 他造一手 造一手小怪 开始挂子动 不然他动不了 不然他容易动不了 银子可以直接放大 现在开始挂子动 OK顺利通关 这个选量的通用 继续去试剑 像素试剑 发尺盖里随机四个事情 稳战不亏 接着走试剑 天外大和唱的 宝唱的 超唱的牢地 坏 坏 他给了个什么 等一下 他是不是给了出使没能量的那个 那我要炸了 这个战力因子呢 也是可以点一下 因为他没有升到满级 还是紫色的 哎吓我一跳 拿到失去你的所有能量的 和战力点的那个 直接 除开 天刻 好吧 没能量你的无限大刀流 玩鸡毛 起步就记了 好 先拿两个 合成 休整 Boss前的这个装置 改装就不用改装了 三个都已经满级了 让我们合成一下 不要的 合成一下 要合成又额外送 额外的东西送 认知扩展 OK 拿到第2个核心的这个组件 我们刚刚前面开篇已经说过 认知扩展 和 战力因子 是两个核心组件 拿到了 就起飞 别洗这个没有红色框框的 开洗 这洗成红色框框的 就不行 千万不要 手键 把我们的认知扩展给洗了 现在只剩认知扩展 没有红框了 那就溜 然后呢 在开打前 还有一件事 对吧 现在认知扩展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核心权杖 装着 战力因子的核心权杖 把它旁边的这个 换成认知扩展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这里 智能嵌衡会掉掉 但是呢 我们到时候 获得新的 我们再点这个智能镶嵌 好了 我们搞完之后 到最终帐室这里 我们甚至可以直接 拳上虎兔 在封套或者 吾吾吾的 要切切平衡来用秘技 让亭云的大招 是满的进入战斗 就可以了 我们全靠我们全账输出 我们直接开打 好了 直接按着挂自动 该去吃饭的吃饭 该洗澡洗澡 该上厕所上厕所 满走 刷短视频刷短视频 出去逛一圈回来 它就结束了 这就是这个牛海的 牛逼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行动系列条 这个2 回合数2 我们看多久 才能抵达这个回合数2 我们让他挂自动打着先 其实打的也不慢 必定怪呢 有上亿的血量 打的也不算特别慢 暂停一下 甚至我的这个组件 我这关键的两个组件 一个是紫的 一个是白的 甚至这两个组件的品级 还特别的低 我都不敢想象 这两个关键的战略因子 和认知扩展 是金色的 那到底有多强 OK呀 把我们的boss活活耗死之后呢 嘿嘿 直接进入难度6的 第4位面 然后随机给 给一堆组件 再合成一下 把这个组件合成一下 然后接着送 接着送东西 还有500 还有500块 哪里亮了点哪里就完胜了 500块我们还可以刷点东西 像这个可以继续点 500块 接下来我们想做的是 搞一个紫色的 搞个紫色或者金色的 认知拓展出来 先复写一下金色的 ID 搞走了 紫色的有没有 战略因子又来了 那我们复制一下 白色的看有没有 把这 智能嵌合打开先啊 把智能嵌合打开先 紫色的 OK 启动 呃 好像没有了 比较难刷出来 OK 战略因子直接生成了金色的 哈哈哈哈 随便选一些 在紫色再复写一下 立心杀伐 又有战略因子 这战略因子已经多出来了 我们再把它复写掉 OK他不要复写了 那就换一个 把我们钱全部复完啊 全全部复完 好 随便洗完了 看了前打开我们就明白 再次确认一下 我们这个战略因子 要在我们的 一开始 拿的那个 弹射 弹射那里 然后还要把这个 认知扩展 换下来 把这个换上去 认知扩展一定要在的 他们两个是核心 哪怕他是白色的 最好是紫色以上 可惜是个白色的 OK我们一样 呼雷 直接启动 挖一个自动 然后出去玩 转眼来到呼雷的最后一阶段 哈哈 我们看一下 看左边的行动系列条啊 依然还是1 这个行动系列条上面的红 红色这个 倒计室依然还是1 看看呼雷能不能动 但是这个伤梅还是蛮高的 现在打点要小半管 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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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突 刚刚上了个厕所 好嘛 直接挂了自动上这个厕所 回来就差不多了 看看还能不能再狗一回合 unta下来行动系列条 已经快 要到下一回和 霍雷終於要動了 霍雷終於動了 這是全場霍雷動的第一下 彈管血被打到最後一條血終於動了一下 接下來他又動不了了 到死都動不了了 怎麼會是霍雷 全體發戰 全場就只有一個操作 掛掉自動 OK 太死了 這就是藍迪6 無限大招流的魅力 對方都動不了 那麼在這個終結季流派只需要這個全場和戰力因子還有認知擴展 我認為最低配應該是兩個子的就行了 這邊一個金一個白也行 那麼下一期給大夥帶來DOT隊的無限大招流玩法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